嗨啊 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杨范 今天来给大家测评一款 之前在我朋友圈爆火的一款杂志 就是这个 魔术师这款月看 首先我特别佩服这本书的出品上 因为在这个网络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 他依旧选择那种最传统的 信息的传播方式 所以我特别佩服 当然我最佩服的一点 还是他选择了魔术师这个名字 为什么这么说呢 借由沐浴之前影评长城所说 如果片子不叫长城 那么本不用这样要求 但片子叫了长城 就得像个样子 没错 这就是我觉得的 这本杂志既然叫魔术师 那么我就感觉他就应该对得起这个名字吧 所以我就也十分紧线地入手吧 入手之后呢 详详细细反反复复地看了好几遍 而且也征求了一些朋友的意见之后 做了这期视频 也希望可以说得更加客观一点 好 言归之战回到这个杂志的测评当中 首先第一 关于这个杂志的这个 物流跟分发的这个问题 我就不得不吐槽一下 为什么 因为我是这本杂志刚宣传上 五月份的时候就已经下了订单 订购了这本杂志 然后呢 我的朋友圈 最早的一批应该是21号左右就拿到了这本杂志 是6月21号 然后入续应该大家入续都是在24号左右拿到这本杂志了 而我却在27号才拿到 这就其实让我有一点点不开心了 因为这种东西举个例子 就是如果它以后这本月刊 做到比较爆火的一个情况的话 大家可能会去讨论它 讨论的话就不免了 在群里面各个地方有讨论 或者是微信朋友圈讨论 那我不免就会被剧透 那么剧透呢 就会让我对它失去原有的新鲜感 所以我感觉这个问题 还是可以解决一下 既然作为一本月刊的话 就不要把它的那个 快递这个问题 可能这第一本 它有一些磨合问题吧 就是关于它的配送啊 它的物流啊 各方面有磨合问题 但是我觉得可以尽快解决 然后呢 可以让每个人都比较相同的时间 可以拿到这本杂志 对吧 这是我所想到的第一点 好 这就是关于我拿到这个杂志的这个问题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 详细的测评一下这本杂志吧 首先它的出品方式 我据我了解 让我现在本身确定了 是李晶晶本人出品的一款杂志 当然我就使这个博士 我十分佩服它的一点 包括它的前言里面也有提到 为什么要出这本书对吧 在这个科技飞速发展的当代 获取信息的方式越来越多元化 所以怎么用一本杂志的方式 去获取更多的 关于魔术方面的见解 跟思考才是这本杂志的异样 然后呢 它的创刊号真的非常用气 总共有 可以看清吗 有109页之多 这方面又产生了一个问题 因为它的出品方式 李晶晶本人 它应该算是个个人出品方 那么这本杂志 它这一期的话 是109页 然后中间有 应该是严格意算是16篇 常规的推文 这样算的话 它以后 基本上是一个月30天的话 它得出15篇左右的 这种文章的话 它也就等于 它两天就得出一篇 这样的文章 这就不免让我对创作这方面 产生一定的疑惑 或者是不安 也不知道它本人 可能有什么妥善的想法 当然我看完之后 我发现 这一本书的大部分内容 都是摘选自其他作者的 当然还有一系列的文章 是之前在某某哪一些 公众号有出现过的原文 这个的话 就让这个时效性 就有所偏差了 对吧 但是它本人也表示 今后会出更多更多的 原创的首发的内容 当然这个是 慢慢一个进步的过程 然后我也坚信 可以做得好 说到这 我又说回来 这本杂志的订阅 是最高可以三年启定 这个就让我有 又产生了一点点担忧 因为之前 九哥也出过类似的 这种杂志 然后后面就 因为种种原因 把不了了之了 所以那些订购了三年的 如果我说 据稍微难听一点的话 如果某些原因 它坚持不了三年的话 那那些订阅的三年的 小伙伴应该怎么样 一个处理呢 这个当然也需要 值得探讨一下 这是我觉得存在的 第二个问题 就是出品方的问题 接下来第三点 我想说的也算一点不足的话 就是因为 这本杂志是你今天本人和 培根魔术合作的一款 咋知道 然后大家也知道 培根魔术是一家做 偏向做道具的一家公司 那 然后包括其中内容 也透露出一个消息了 因为这本杂志本来也是想 给大家去安利去推荐 一系列国内外比较优质的道具 但是如果跟一家道具厂商 合作的话 那这是不是就存在一定的问题呢 就是拿这本创刊号来说 里面就只介绍了 培根魔术家的道具 然后其他介绍了几个 像日本的SEO 还有韩国的JL 其实都是跟 培根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就让我想到 他的这个道具的测评 是否足够的客观 就是李静怡本人是否 能做到什么客观 也等他看他本人是否有一个详细的解决方案 大家都知道嘛 人在屋檐下哪有不低头 对吧 这一点的话 可能就会做到不客观了 这是我发现的问题 第四个问题就是 也有小伙伴向我 透露了一些 他发现了这本杂志的一系列的问题 第四个问题就是 也有小伙伴向我粉 反映这个杂志 它的笑对方面 可能有一定的问题 比如说 举个例子 就是42页 这里的奇迹是你和我一起创造 这里打成了七字 然后呢 包括跟刘谦老师的那期采访的文章中 太多的这个双引号是用错的 这就让我感觉有一点不舒服的感觉 看到了就会觉得怪怪的 就感觉这些问题应该是在某些 网络的软门上面才会看到 然后在一本书上面出现 可能就会有一点奇怪啊 然后这可能就是关于这本杂志的 校对问题 可能存在一些的问题吧 第五个问题 也是其他小伙伴反映给我的 因为很多人 现在一般都是在晚上或者 在睡前在枕边会 翻译一些杂志的习惯 但是呢 这个输出于杂志 它想做成全彩的 这也是它好的一点 但是用的纸质导致它 在框下面 大家可以看见吗 有一点反光啊 对吧 这确实会产生一些 不舒适的 方便 当然这个鱼和熊掌 看是否能够兼得吧 这就是我发现的 关于这个 这本杂志的五个 我觉得不足的地方 我怎么跟别人不一样 别人不都是先说优点 在这儿去 可能是就我这样吧 那接下来就说一下 我对这本杂志的 感觉它好的地方 第一它确实十分的用心 当然这本杂志 大家也可以看到 封面人物是刘谦老师 就冲这个封面 就已经成为很多 小伙伴入手的一个契机了 因为我入手的大量的 魔术方面的书籍 也不过就五六十页六十页 而这本杂志却有 一百零九页 就真的是非常的nice 包括它 而且它也是全彩 全彩的一个设计 当然了 其中也是 至少这期也让我看到了 一些干货吧 因为我也算一个 不算一个职业魔术师 也算一个老幼条了 对吧 它比如说这篇 非什么是怎么抓拖的 这个就是算一点 干货一点的东西 而且这本书 有大量的介绍了 刘谦老师 这就让我觉得 其实有一点不好 因为延伸一下 包括我们也好 或者其他的 关于魔术方面的 公众话也好 推文也好 都会 有意无意的 时不时的去提一下 刘谦老师 这就让我感觉 这是不是有一点 过度消费了 说回这本书 这本书 整体的看下来 大家可以看到 我已经看成这个样子了 整体的看下来 还是 作者李晶晶本人 第一期 他想表达东西太多 然后范围就太广 然后定位就不够明确 因为一般的爱好者 他可能更多的 想学习到一些 关于魔术的知识 然后像我这种老幼条 就想更多的 去了解一些 魔术背后的秘密 或者是因为一些不为人知的东西 这些干货 才是我们想得到的 所以我对这本 杂志还是十分看好的 当然我感觉这个杂志拿来收藏的话 也是十分具有意义的 当然它也会进入我的柜子里面 十分有趣的一本杂志 为什么要说这么多缺点呢 可能就是我对它的这个 要求确实有点高 因为我对它期望值这个level就非常的高 因为毕竟叫魔术师嘛 所以就提了上面的种种的缺点 不过呢 这些也是都可以解决 而且都不是什么大的问题 关于这本杂志呢 当然如果我对它要求不是特别高的话 我觉得也是一本非常好的一本杂志 因为它无论是你日常休息啊 或者是睡前啊 拿来翻看一下的 都是十分不错的 也十分可以消磨时间的一本杂志 这本杂志让我总体看下来 就是一本关于 就像我之前说的 关于魔术方面的资讯的一个整合 它李金本人也是这么描述的 它只是对一个魔术的一个整合 然后呢 让你可以获得更多 关于魔术界有趣有用的一些新闻 这就是关于这本杂志 我想说的一些我的看法 当然关于里面的内容 我就不多的去剧透了 接下来我对这本杂志 做一个整体的总结好了 首先第一点就是关于发货 然后我希望可以 大家稍微统一下 花过时间 让大家拿到这本杂志的时间 不会差太多 第二就是关于校对问题 可以做得更严谨一点 毕竟这是一本杂志嘛 不是一篇公众化的推文 第三就是能出更多的首发内容 让我们这些老油条 也可以看到一些 没有看过的东西 第四就是可以发掘更多有趣 或者是不为人知的一些文章在上面 让大家可以有所得到 第五就是做到尽量的客观公正 公平公正公开 就是去推荐好的就是好不好 或者是有欠缺的就是欠缺 而且关于培根家的道具 我敢实名正的说 不是每一件道具都是非常的nice 对吧 它也会存在不足 如果有一些不足的话 也希望可以在这个书本上 想要的提出 这款杂志我还是比较推荐大家 可以入手来平时 消磨时间的时候看一下的 因为可能是我之前对它预期的 预知比较高啊 当时我对它要求就比较高 不过你细细地想一下 这本杂志你就把它当作一个 关于魔术方面知识的整合跟整理 包括一些资讯也好 八卦也好的一个整理的话 就还是十分好 十分适合你在平时翻看 翻来看看 也不时地会获得一些新的资讯跟知识 和敏感 然后呢 继续加油吧 好 最后的话 我想引用一下 李静听给这本杂志做的这个前言 作为这个结语 或许 这就是魔术真正的秘密所在 它能让年少时 一个个看起来 遥不可及的梦 慢慢变成现实 我是敢敢 我们下期再见